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 我是姚一鸣 涉及中国共产党高层权力交接的 中共十八大星期四上午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总理温家宝 副主席习近平 以及中共前任领导人江泽民 李鹏、朱镕基等人 连同2,300多名代表 出席了当天的会议 据美国之音报道 开幕式上唱过国歌之后 吴邦国提议为毛泽东等 已故中共老一辈领导人默哀 报道称 此举颇有澄清和解释外界 对中共修改党章去毛化 所做的过分解读 中国解放军报星期四也发表文章 再度提到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中共十八大开幕当天 中国网路上十八大或中共等关键词 均遭屏蔽 在中共十八大的开幕会议上 总书记胡锦涛在工作报告中强调 中共不会走改其意志的邪路 并指政治改革必须在中共领导下进行 还称打击腐败绝不手软 但是有评论人士对本台表示 胡锦涛的报告没有新意 在国人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方面 还逊色于中共十三大 请看本台TV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上午9点 吴邦国宣布大会开幕后 胡锦涛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首先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 和对他担任总书记 十年来的基本总结 不会走改其一致的邪路 胡锦涛在报告中 虽然有专门的章节提到政改 但他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而是提高人大的代表性 在谈到反腐问题时 胡锦涛承认党员素质存在问题 如果解决不好 甚至亡党亡国 任何人不论权威大小 都不能够临驾于组织之上 湖南一家中共党报编辑肖先生评论说 北京学者高瑜 以对比方式对胡锦涛执政十年提出批评 而对于在中共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 高瑜认为 熟悉中共党史的肖先生 把胡的讲话比较当年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提出的 政治改革的具体步骤 他说 孝先生说 赵紫阳当年主张和群众平等对话 出席大会的十八大代表和列席代表 有两千多人 而前往采访的中外记者也有两千七百多人 记者人数比上届党代会高出近五成 根据美国之音星期四 引述缅甸官员的话说 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 本个月晚些时候访问缅甸 这将使他成为访问缅甸 这一度孤立于世的东南亚国家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另据路透社报道 奥巴马总统计划于十一月十九日访问缅甸 并与缅甸总统吴登胜 以及诺贝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举行会晤 十一月八日中共十八大召开当天 青海省铜仁县又发生一起藏人自焚事件 从十一月七日至今 发生在中国西南部藏区连续性的自焚事件当中 自焚人数已经升到六人 法新社当天引述藏人行政中央的消息说 这起自焚事件发生在铜仁县龙雾寺前的广场 自焚身亡的藏人名叫晋巴 年仅十八岁 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吴敬连星期四 在台北发表演讲 他期许刚开幕的中共十八大 能够结束过度特色的经济体制 建立法治化的经济市场 请看本台记者李同发自台北的报道 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的良心的吴敬连教授 应台北论坛基金会的邀请 在台北发表了演说 吴敬连以过渡性形容现今中国经济体制的特色 他说在过渡体制下 中国经济的未来因素是改革开放走向市场化 但过去因素则是强政府 大量的投资和依赖政府管控所实现的增长 他们的短期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 但中长期他的问题和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曝露得越来越多 但吴敬连表示 最近这一年 公众对于改革的认知有了良性的转变 就是所谓良性转变就是说经济学界的同仁大多数认为的 我们应该沿着这个70年代末期以来这个改革的方向 在经济上就是市场化了 政治上就是法治化民主化 这才是出路 放眼正在进行的十八大 吴敬连说 今年以来这个改革的互胜高涨 希望能够十八大能够做出一个方针性的决定 重启改革议程再次的踏上这个改革之路 自由亚洲电台李同台北报道 美国民间组织女同之声负责人柴林日前发表公开信 在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期间呼吁中国当局取消一胎化政策 柴林在信中指出 该组织关注中国当局就停止高任陈期强制银产做出了有关规定 但是近期连续在山东以及河北等地发生的类似事件显示 政府的政策还缺少力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饶一鸣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